俗话说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 夫妻吵架本就是很平常的事情 人和人相处本就会有矛盾 吵架也是夫妻之间相互磨合 必不可少的一个步骤 但是吵架也并不是没有底线的 以下几件事情吵架的时候千万不能做 1.骂对方的家人 有的夫妻吵架真的是口无遮拦 吵架的时候什么难听说什么 有的夫妻甚至互相问候对方的父母 每个人都会维护自己的家人 如果彼此的家人都不尊重了 那势必会让矛盾激化 引发一场大战 2.吵架的时候动手打对方 俗话说君子动口不动手 吵架的时候有事说事 千万不要动手 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 如果一方先动了手 即使你有理 最后也因为动手打人变得理亏 最后导致双方都下不了台 3.随便提离婚 有些人一吵架就提离婚 其实这是夫妻之间大忌 不管你是有心还是无心说气话 对另一方都是伤害 他会认为你不爱他了 对婚姻失去了信心 说的多了 对方就会觉得心里憔悴 有一天对方真的应了你去离婚 请问你能说得了藏吗 茫茫人海 遇到一个相知 相识 相恋 相爱 相守的人实属不易 且行且珍惜吧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